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當你們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現在應該是在飛機上從韓國飛回來香港的 不過這段影片是關於我帶了什麼東西去韓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啦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我的聲音浪費了 而且我的鼻位很紅,因為我感冒病了 然後我現在很擔心,因為我要去韓國滑雪 還有韓國現在應該只有-4-7度左右 很害怕,我不想到那裡生病 我要吃很多東西,買很多東西和玩很多東西 很擔心,我現在不斷流鼻水 所以可能一會看到我會是打痴,打痴,打痴,打痴 我不想啦 好,我們開始今天的題目了 首先說一些毛關痛癢的東西 這個就是Lets Borset的袋 裡面是裝了一些洗澡和洗頭的用品 首先是兩張梳,一把是濕頭髮用的Tangle Teaser 和光髮用的Wet Blush 我知道我是比較多,但是我覺得有要求是好的 然後就到洗頭水了,我是用採風行的 這個洗頭水,這個是護髮素 其實我覺得它便宜得來蠻好用的 比起某些日本開架的那些,它不差過它們的 我覺得其實不錯,大家如果有興趣是可以試一下 然後就是我之前介紹過的一個發尾油 然後洗澡是一個Evan Canada 之前裡面有的Shar Gel 其實也是因為它是旅行裝 所以帶過去沒有什麼要求 然後就是一個洗面膏 這個是Add to House的Baking Powder 也是因為它是旅行裝,所以就帶過去 好,這個袋就完了 然後第二個袋,這個 這個是Amica的直髮夾 是一個旅行裝很小的 因為這個是水貨,所以它本身已經是兩腳插頭 已經是韓國不需要轉插 就算它是旅行裝,它熱力很夠 然後夾頭髮也很快 所以其實我不會帶普遍,我會帶旅行裝 然後就到這個 這個是黑色的尼龍質地,我是在無印買的 大家可以聽到刮的聲音 就知道它是那種尼龍防水質地 然後它是這樣 打開了之後,這裡可以有勾勾 可以勾住廁所 其實這個設計是非常方便 大家去到無印良品都可以看到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這個黑色的了 它是有其他的顏色或者圖案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袋 我已經用了五、六年了 它都沒有任何的爛 所以它是很耐用的 我就是會放一些皮膚 因為它是防水 還有可以勾 那我的皮膚就可以直接放在廁所 用來用的了 這樣就不用在酒店又入房拿 然後又要去廁所塗 那我就覺得很方便 那我們就看看裡面有什麼 上面這一格會放一些很容易掉出來 或者有些很小的東西 例如是我用的桿 然後就會有一些 是安平的尺寸 或者我會放一兩顆 這些日本的洗臉粉 這樣一粒一粒妝的 烤素洗臉粉 我都會有幾顆在裡面 然後除了安平之外 還會有一些 是不是在這裡 裡面除了安平的尺寸 還會有這一類膠囊的尺寸 我都覺得去旅行是很方便的 帶過去用 那我就盡量去旅行 都會減少帶太多大的瓶瓶罐罐 盡量就已經是用旅行尺寸 帶過去用完就可以 不用帶回香港的東西 然後 中間這一格 其實看到我也是拿很少東西的 那會有什麼呢 那會有什麼呢 那會有這個 Caudalie Moisturizing Sobat 就是用來日霜的 然後呢 晚上呢 就會有兩瓶 因為我不知道韓國現在有多乾燥 所以呢 就有兩瓶 這一瓶是Palmara的霜 然後這一瓶就會是雪花瘦的霜 那會看一下 如果乾一點就用雪花瘦 沒有那麼乾就用Palmara這個 那平日呢 我晚上一定會用唇膜的 在家裡就用Laneige那個 如果去旅行就會用Shishado 這個 因為呢 我是貪它比較細小一點 那就容易攜帶的 然後 Serum 我除了剛才那些膠囊 和安平晚上用呢 那日後我就會用這些 都是Trumple Size的 這個是HERRA的Oil Serum 那防曬呢 我就是用平日最喜歡的Cannebo 這一瓶 那我在日本買大宋小 會送這些Trumple Size 就最適合去旅行用了 然後 還有牙膏 哎呀 牙差還沒放進去啊 好想我拍這瓶 我會記得戴的了 然後這一瓶是Laneige的 Moisture Surge Intense 這一瓶是我帶給我男朋友用的 因為他一定什麼都不會戴的 Skin Care的方面 然後 因為我是去五日四夜 所以應該會下四次妝的 那我就帶了四包 下妝油 然後這裡就有一堆Toner 對啦 全部都是一些細細的 這裡是雪花瘦的一些細眼Toner 這個是Fresh的一些Sample的Toner 來的 那我就帶了多一點 那就算如果有剩的話 可以做一個濕敷也可以嘛 然後有雪花瘦的眼霜Sample 然後這一瓶就是YSL的Water In Oil 那如果真的太乾的話 那就可以粉底又加些油 或者是平日完了Skin Care routine之後 再塗一點油上去 那就可以抵抗肝的問題了 所以一定要帶 然後這個是我的戴抗的眼藥水 因為平日其實我很少用的 但是去旅行是以防萬一 這一瓶是日本的 又是那些超級無地清涼的那種 一滴下去就整個人都清醒了那些 我自己是很喜歡滴那些超清涼的眼藥水 所以我會帶過去的 然後這一格都清光了 然後前面這裡就是放一些化妝棉 和一些棉花棒的 都是計好用的數量而放進去的 所以其實我回來的時候 這個袋應該是大部分東西都用完 就可以夾到很扁 不會浪費的 然後就是要說這個化妝袋 這個袋是不是很漂亮 我在淘寶買的 我覺得它很可愛 而且我喜歡透明 就可以看到自己裡面有什麼 那其實化妝品呢 我去韓國就不會帶很多 因為我知道自己過到去都會買很多 那首先面層就會有些化妝工具 我會帶個Beauty Blender的照片底 這個是highlight掃 然後就有一個很實的眼影掃 就是用來散開眼線的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用來畫眼頭的highlight 這個就是我平時的碎粉 用來定眼底的碎粉 然後這個是我的鼻影掃 和眉掃 這樣就夠了 粉底呢 我就帶了shalotubery 這個magic foundation 這個是我紳士一間最新買的 我是在selfages.com購買回來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就知道我超有成功感 是因為我上網買就買對了 顏色了 而且我覺得它很好用 遲些一回果 有機會就會分享它的心得 跟大家說一下 那眼線呢 就會帶兩支 因為眼線我應該不會在韓國買的 所以就帶了modeliner和love liner 兩支都是深啡色 就是我平時用開的眼線 眼影呢 我只是帶了大地色 這個colourpop的supershotshalow 顏色是amaze 然後這兩盒都是addiction 一個就是深啡色71號 和一個純閃粉92號 我帶這個大地色就是因為我帶過去 顏色很安全 而且我很肯定自己過到去一定會買眼影 所以我就沒有帶其他顏色的眼影過去了 沒問題的 韓國這個地方 越帶少東西過去 就越買得多東西回來 然後胭脂呢 就帶了sukku的105號胭脂 我想每一次我都會打開給你們看 這個漸變色真的很漂亮 而且這個是超級安全 和超級慳慰的胭脂 你看多薄 然後眉妝就是用開的1028眉粉盒 還有這個heavy rotation的眉膠 眉膠應該過度去 會跟自己的頭髮顏色再買多一個 因為這個對我來說其實有點淺色 平時用開遮一刻眼圈的兩個concealer 都不用多說了 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最喜歡用就是這兩隻 這張光是帶了BECCA的TRAVEL SIZE 顏色是OPPO 還有這個TRAVEL SIZE的HIGHL 可以用來打亮眼頭的 那就不用再多帶一盒眼影了 唇膏方面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想要在韓國買的唇膏 已經多過10支了 所以我只要帶了YSL最喜歡的這支 就算了 這個化妝包都跟大家分享了 裡面已經沒有東西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話說回來 下條影片應該會是韓國VLOG來的 我應該會很努力地在韓國拍多些VLOG給大家看 記住留意啦 BYE BYE